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位智库专家共同呼吁 美国政府急需通过类似的船舶法案 大规模的补贴和振兴本土造船和修船工业 加固美国造船业的工业基础 一旦美中爆发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 可以使美国更好地掌握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斗力 美国智库希格莫研究所专家亨德里克斯坦率地指出 美国在二战期间有50多家公共和私人造船厂 可以建造或修理长度超过500英尺的船只 但这个曾经最强大的造船国 今天却只剩下了不到20个造船厂 相比之下 按总吨位计算 目前世界前三大造船国是中国 韩国和日本 他说 美国不能依赖外国建造的船只来往美国港口运送货物 也不能依赖外国制造商来生产海军和商船所需要的关键部件 这些能力都会在战时被扼杀 构成危机国家安全的巨大战略漏洞 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科尔比形容 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生产和维修的国防工业基础 美国就像是一支只能踢上半场比赛的足球队 一旦战争爆发 美国和台湾拥有更多船只将是一个优势 另外 美国本土的商业海上工业基础与海军造船能力紧密相连 专家武力指出 商船建造也有助于直接或间接的补贴海军建造军舰 但美国商业造船厂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另一个智库专家麦格拉斯建议 美国国会需要对造船业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来补贴必要的投资和收购 开展工作培训以激励造船劳动力 做出跨越多代的连续性承诺 船舶法案将引导政府资金对现有的造船厂进行现代化改造 同时指导建设更多的造船和修船厂 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和多样性 这些努力应该集中在太平洋和北极地区 亨德里克斯提醒说 在芯片 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成为主战场的时代 美国是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立国的 其财富 贸易 身份与海洋息息相关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需要做出有意识的决定 美国将再次成为海上强国 投资商业造船 投资海军造船和修船能力 我们需要仔细地研究造船工业基础 确保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 如果美国在太平洋与中国这样的大国爆发海战 这一基础将能够真正支持和显著地扩大美国海军的力量 美国国防部9月7日透露 五角大楼暂停了接收新的F-35战机的交付 原因是F-35隐形战机发动机中的一个磁铁 使用了来自中国未经授权的材料制成 违反了美国的采购法 F-35整个飞机制造由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 但涡轮机是由霍尼威尔公司生产 美国国防合同管理局8月19日通知五角大楼的F-35联合项目办公室 F-35的发动机组成部分涡轮机中的一块磁铁 最近被发现使用了来自中国的骨和扇 稀有金属合金制造 涡轮机将一个辅助动力装置和一个空气循环机 整合到一个设备中 它为地面维护主发动机启动和紧急供电提供电力 还为地面维护其间的热管理系统提供压缩空气 尽管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已经确认 这一词点不会传出信息或损害F-35战机的诚信 并且不存在与此问题相关的性能、质量或安全风险 承报商发现问题后主动告知国防部 而且已经找到了合金的替代来源 但是如果政府认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违反了买美国货的法规 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需要获得一个国家安全豁免 才能恢复交付 第五弹隐形战机F-35在两栖攻击舰上垂直起降 从地面短场起降 使用者包括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及其他十个国家 例如日本、北约盟国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布莱恩2020年曾投书 建言借租F-35给台湾带训台湾飞行员因应中共的威胁 制造沃伦基的霍尼维尔国际公司说 该公司仍然致力于提供满足或超过所有客户合同要求的高质量产品 我们正在与国防部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密切合作 以确保我们继续在霍尼维尔公司提供的 用于F-35的产品上实现这些承诺 国防合同管理局正在调查导致F-35项目中嵌入中国合金的原因 熟悉这一问题的人士说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国防合同管理局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正在每天会面对供应链进行更广泛的分析 中共近日在外交上两次遇到尴尬祝贺 特拉斯6日在苏格兰接受女王伊丽莎白20的任命 接替卸任的约翰逊正式成为新任首相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陆续发来贺电 然而中共官方始终是静悄悄 最后中共官媒新华社7日晚间才报道 李克强已于日前向特拉斯发去贺电 恭祝就任英国首相 李克强在贺电中说 中英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中方远同英方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等等 有分析认为 特拉斯过去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时 曾多次呼吁西方盟友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在其他领域也对中共作风强硬 而中共目前内外交困 当然也不敢翻脸 因此在如何把握分寸 庆贺塔拉斯的就职问题上 中方相当为难 而在对俄关系上 尽管中方至今不愿证实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7日在海参外公开表示 下周将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使习近平将出访乌兹别克的消息趋于明朗 综合媒体的报道 普京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公开宣称 他下周将与日益重要的盟友习近平会面 这将是二人自今年2月份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后首度会面 也是二人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后首次会面 同时俄罗斯主中共大使德尼索夫 同一天稍早也在北京透露 普京习近平下周将在乌兹别克 举行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上会面 俄方目前正在为两人安排一场严肃成熟的会面 并与中方伙伴就详尽议题进行研究商讨 两位领导人将大幅度的谈到双边议题与国际问题 然而面对俄方的公开积极表态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 却只是表示 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虽然美国之音认为 习近平可能希望借由普京的会晤 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支持他站出来反对西方就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并在美中两国就贸易、科技、台湾和其他议题上 日益紧张之际提高自己民族主义的资历 但也有其他评论认为 中方对习近平与普京会面表现如此低调 应该是顾及美国及欧洲盟国的态度 毕竟普京因发动俄乌战争成为争议人物 与俄罗斯关系近年越走越近的中共 已经因此显得十分尴尬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最新报告发出警告说 中共及其代理人正加快速度 开展影响全球媒体和新闻受众的运动 台湾更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案例 报告认为民主国家在应对中共的媒体影响力方面 出现了惊人不平衡的问题 自由亚洲报道 自由之家研究了3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发现其超过半数以上 中共在媒体方面对其影响力都是高 甚至是很高 特别是在过去三年 中共特别活跃 报告还指出 虽然中共官员和官媒没有设立代表在台湾 台湾社会也有强烈反对中共宣传的声音 同意需要监管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媒体等 但是北京仍可以通过实际的广告 以及看似像新闻报道的宣传内容 或者是用论坛和补贴媒体培训等方式影响媒体内容 报告还发现 北京会以警告和鼓励媒体审查 减少媒体发表对中共不利的报道 在疫情和台湾选举期间 中共会直接在社交平台 例如脸书 推特 油管等制造新闻来源 推动大外宣 除了台湾之外 美国和尼日利亚的媒体也受到了中共当局的严重影响 而且只有一半受研究的对象 可以应对中共对媒体的影响力 自由之家提出多项建议 民主政府应建立跨部门的工作组 与媒体 商界和公民社会 共同讨论应对中共影响力的策略 也希望媒体写有关中共的报道 多访问侨民 移民和流亡人士的观点 此外 记者面对中国官员时 可以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四川成都一户独居的老人日前突然去世了 村委的工作人员在清理他的东西的时候 发现老人积攒下20多万人民币的钱财 看到众多的遗产 老人的一名女性亲戚竟然当场的开心大笑 网友感叹 在金钱的面前 人性已经暴露无遗 这就是现实的悲哀 视频显示 村委会的人员让老人的家人来清点遗物 发现老人藏了不少现金和存折 百元钞票一张一张的夹在书本里 还有100元的好几张的钞票捆绑好放在一起 总共20多万元人民币 老人的亲戚没有为他的死而悲伤或者哭泣 反而为钱财欣喜不已 视频最后还有人喊 快找身份证 快找 去银行取钱 有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跟帖留言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河北一位网友留言说 这笑声真讽刺 是对老人的不尊重 更笑出了自己的人品 这些是老人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 用得着这么开心吗 广东一位网友跟帖回应 因为他不是人啊 他笑是因为钱落在他的手里了 他要是想到老人活着这么心酸 能笑得出来吗 事实证明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浙江一位网友留言说 这种情况就是单身没有孩子的老人 这些找东西的人都是边上的叔叔伯伯家里人 在这样的笑声里 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节目的最后 和大家分享一个真的温暖的故事 推特上网友上传了一段视频 在阿根廷 小男孩在人群中走丢了 一位先生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肩头上 所有陌生人聚集在一起 走路的 吃饭的 一起高喊孩子父亲的名字 就连在街边演唱的乐队 也把孩子找不到爸爸的内容 加入了歌曲里面 爱得滑多 快来找湖安克鲁兹 在大家一起的努力下 不多久 孩子与父亲重逢了 很多网友说 每天都会看到中共国的糟心事 真是心情不好 昨天听一位推特网友说的话 让我深受启发 他说 犹太教的经典里面 记录的都是犹太人做过的坏事 一遍一遍的告诉犹太人 作为人 他们是不完美的 如果放弃了道德与信仰的约束 任意的放纵自己能做出很多的坏事 一个伟大的民族 所以伟大 不是靠掩盖所有的错误才会伟大 而是要谦卑的低下头 有直面自己错误的勇气 才能一步一步的改正 脚踏实地的走向光明 而当下我们所处的 或许就是未来子孙后代故事中 那个最混乱 最黑暗的时代 而这其中 你我本着善良人性所做的选择 或许就是未来人感恩的 走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